病毒已經殺進了校園 現在雙北打算要退出 所謂的疫苗護照 我們來看到 柯市長說打兩劑疫苗超過14天 打兩劑超過三個月 又打第三劑 兩種條件之下 他認為運動可以免戴口罩 吃飯可敬酒 那新北市長侯友宜說 進到校園你要出示小黃卡 而且你要施打兩劑 並且是打滿14天 那中央呢 中央表示說不跟進疫苗護照 還呼籲雙北說 對人的基本自由限制 不要太強烈 針對這個疫苗護照部分 看起來也是不同調 那王理事長認為說 這個疫苗護照是有必須的 這個疫苗護照 護照這兩個字 不要用在國內 應該更簡單說 應該是健康碼 因為護照是指出國用的 所以這個疫苗護照 這個理念是對的 但是可能要換個名詞 陳時中可能比較會接受 是這樣子 這個健康碼的概念 其實是非常正確的 因為我們在管制這個人 進到我們這個人口密集機構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要以他的健康為標準 這個健康為標準 如果有公部門 給我認證的這個標準的話 這當然是非常非常好 這個是一定要趕快去做的 否則的話 我們怎麼能夠保護 我們這個人口密集機構裡面 到底這個人能不能進來 這個人能夠進來 我的選擇的條件 就是他有沒有打過疫苗 打過疫苗 這個不是限制人民的自由 這個是保障大多數人的自由 因為我們在人口密集機構裡面 才能做這個東西 你假如說一般的運輸 你就不要用這個健康碼了 你假如說進到這個城市 或者進到這個人口密集機構 我們就用這樣子的健康碼去管制 這個是為了保護大多數人的 這個健康而做的事情 這個絕對沒有違反人的自由 一個意義在裡面 好 會不會其實中央 因為一開始說不要 但後來會不會又跟進 這也不知道 因為像先前也是這樣子 先是說不這麼做 不普篩 不廣篩 但之後也要篩 那就是說落地不採檢 沒有辦法 但是量能不足 最後還是做了 楊明哥我們可以看到 中央是不是 不只慢半拍 慢了好幾拍 還是說他就是不想要 跟柯文哲一樣 我就是不同意 但等到真的沒有辦法了 我再換個名詞 我再創造一個名詞 再跟上 其實就是心魔 我覺得是中央政府 他們所謂心魔 我覺得心魔比病毒更可怕 就是當你今天 因為是柯文哲講的 我就不要跟進 因為是陳時中 柯文哲也會有 因為是你陳時中講的 我就不理你 如果兩邊都是用這種方式來溝通 這樣我們人民無所事從 對 所以我說防疫沒有藍綠 沒有意識形態 病毒不會因為你打 因為你是死中的挺高端 因為你是打莫德納 你是打AZ 不會因為你選擇疫苗的不同 就不攻擊你 你打了疫苗 我相信王理事長也認同 打了疫苗不是不會感染 像昨天有統計 278例這個境外移入的裡面 就有259例是突破性感染 打了疫苗 是讓你的保護力增強 變成重症的機率就降低 不是代表你就不會感染 所以如果今天 像剛剛王理事長的說 未來一定是要朝向 跟病毒共存 我們這個應該要趕快說服民眾 因為現在民眾你看 為什麼我們要把這個居服員 把他講成好像是妖魔鬼怪 為什麼要把他 變成好像是惡魔 你被感染 你還害別人感染 這種觀念是不對的 染疫的人是無辜的 病毒會找上他 只是因為他剛好 在病毒的環境裡面 所以我們不要去污名化任何人 當然你說像林靜寅 林靜寅還沒上任立委 他是下禮拜一才要宣誓就職 他只是當選人 他現在已經開始指指點點了 他現在指指點點這些東西 未來到了立法院 某種程度他是在指責 現在的民進黨 執政的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他說科興不應該認證 科興一次WHO認證的疫苗 他要求不要認證 應該要有台灣EUA的 也就是表示只有四款 AZ莫德納 BNT跟高端 如果今天林靜寅當選人 我現在還是要叫他當選人 你下禮拜一我才能叫他立委 當選如果有這樣價值 請你當選立委 你就任就職之後 你在立法院裡面 對陳時中加強 就是要提出具體的決議 馬上要審預算了 預算裡面加一個決議說 一定要 接下來柯欣就不要認證了 一定要比如說居服員 你就一定要打這個 AZ莫德納高端跟BNT 我如果今天他願意這樣做 我佩服他 他把他的價值 放在他的問證裡面 如果今天只是為了 譬如說這位居服員 他很明顯 如果今天能夠打科興的 絕對不是在台灣打的 他絕對就是說 他施打疫苗的地點不在台灣 他們甚至想要引射 他是所謂的陸配 如果今天只是因為他的陸配 就要被歧視 就要被特別拿出來 當一個稻草人我要盯他 我覺得我們這樣的社會不健康 對 所以任何 我跟你講防疫 最重要我們強調的是科學 如果今天我們覺得 就像剛剛我已經講了 重症下重手 輕症下輕手 沒有症狀我們不出手 如果今天我們定調 是這樣的一個防疫策略 讓全民一起來配合 我相信台灣 台灣的最珍貴的是人民的素質 而在公衛這一塊 我們只要衛教 讓人民知道說 現在我們要怎麼因應這個病毒 大家戴好口罩 勤洗手 做什麼樣的防護 然後你這樣被感染沒有關係 我們如果今天沒有什麼症狀 我們就在家裡面休養 那你的重駐家裡 要怎麼樣來配合 如果有一個相關的指引 我們把它做好 就不要去擔心 這些政治口水的傳染 確實 我們其實 我覺得在這個 像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台灣民眾真的很棒 大家口罩真的都還是 這個自發性的代表非常的好 那當然像是我們的聊天室網友就說 林欣宜怎麼可以污名化 這個染疫者 那要說到污名化 我們就要來請教冠詢哥了 先前萬華也曾經經歷這樣的風波嗎 所以剛才靖民議員在講說 桃園市的民眾都覺得說 是不是中央現在 要把桃園獨立起來 隔離起來 或是說鄭文燦 因為大阿哥失寵可能之類的 讓市民覺得對市政府不滿 對於中央的法律政策不滿 我覺得如果拿來跟我們中央萬華 比較的話 萬華那個才真的叫可憐 你真的沒有看過萬華 整個大街上找不到一個人 那個前後對比之大 因為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在霸場的時候 因為有一場選前之夜的晚會 在1月8號的時候 因為霸場的舞台 就正好在西門町 我從舞台上面往下看 我想說好感動 沒有看過西門町這麼多人 這麼多人回來了 這隔多久 隔了快兩年 隔了快兩年 西門町的人潮才回來 再看到以前這樣子的榮景 可是馬上新的 Omicron的疫情又來了 所以大家 雖然知道說致死率重症率不高 可是大家還是戒慎恐懼的 在看待這個事情 所以剛才不管是陽明兄 或是雅廷都講得很好 如果要我對這個官員的 防疫作為來平奔的話 我跟你講我真的 我真的比較欣賞 比較願意給我們國人一個掌聲 從上到下 男男女女 不管你的年紀多大多小 包括我兒子三歲 他口罩都戴得住 戴一整天都沒問題 所以讓我不僅想到 陳志忠以前有一句話 被人家拿來開玩笑說 人家說台灣防疫做得好 陳志忠開玩笑說 這台灣人氣質好 不是 這台灣人素質好 台灣人素質好 但是你們官員 官員素質很差 為什麼剛才會 我們討論到說 比如說中央跟地方的防疫不同調 或是說中央對於地方 有一些防疫政策覺得不錯 可是他卻遲遲的 可能要慢慢拍 或是不願意採用 就是陽明兄講的心魔 你自己沒有想到 別人想到 我不能用 這樣子好像我遜了 我防疫慢慢拍 我中央做得比柯文哲遜 所以我不要用 你這個心魔 造成了這個後續 人民財產健康的損失 跟你有什麼關係 你完全不用負責任 你可以對著媒體講說 疫苗打不到來找我 或是有什麼問題 我負責 可是我們人民已經看兩年 我們已經看出結果來了 你負什麼責 人民的損失你負什麼責 疫苗打不到你負什麼責 我剛才查一下 原來現在是19輪的 疫苗預約19輪 有改進嗎 你有哪一輪是大家可以 順順利利的去登記 去預約 到19輪了 全民陪你玩快兩年了 還是面臨當初同樣的問題 你可以發給人民 這個不管是消費券也好 振興券也好 你就不會想到說 也許疫情需要 人民需要一些防疫的物資 需要口罩 你為什麼不發口罩給人民 為什麼那時候要讓他搶 需要酒精 為什麼又要大家在那邊 瘋狂排隊幹嘛 你們想的不是只有意識形態 你們想的就是選舉 無怪乎 鄭文燦要把這個居服員 說是什麼獵巫 其實他不是獵巫 我覺得他是造屋 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鄭文燦真是想發掘 自己好像離大衛越來越遠了 所以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越來越遠了 我是想說 該來的你就躲不掉 上一次諾富特的事情出在桃園 已經讓你閃過了 已經讓你用拆欄框 什麼東西 大家就當成笑話看一看就算了 現在又來了 你真的是一個負責任的首長的話 真的要把你的市民當作自己的 親人手足一樣 沒有人願意去染疫 這些人會在工作的崗位上染疫 是因為他盡責在工作 沒有人願意去承擔這樣子的 一個風險 所以不要去獵巫 也不是更不要去造屋 那些東西 對於你未來禁足大會 沒有任何的幫助 也像近平議員講的 我們民眾對於官員的期待 不是聽你講一些冠冕堂皇的話 專家學者講的 都比你專業多了 你只要告訴我們 人民平時應該怎麼做 才可以讓自己保護 自己跟家人的安全